大家好,歡迎來到隨意聊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起發生在大陸的案件 該案件名稱叫做郭文斯案 案件的主角是一位副哨 名叫郭文斯 其父親是一位在大陸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工作的精英 郭的家庭背景優秀 從小就衣食無慮 但這也養成了他衝動暴躁的性格 2004年時 郭文斯因為一時衝動 而將當時正在交往中的女友給殺害 卻意外地逃過了死刑 於2019年時出獄 但郭並未反省自己的所為 他在2020年時又一時衝動 將一名老翁給毆打致死 最終終於受到了極刑的制裁 接下來就為大家詳細地介紹此案件的始末 郭文斯1982年4月27日生 從小在北京成長 2001年時就讀北京工業大學的工商管理科 2002年時 郭文斯和同校的21歲女學生段嘉妮開始交往 段嘉妮從小增長在貴州 在單親家庭中長大 尤其母親一人獨自撫養 據段嘉妮的室友和記者回憶到 郭文斯的性格衝動、脾氣暴躁 段嘉妮則是比較獨立找熟 兩人一開始交往時 感情還很要好 但隨著時間的過去 郭和段的爭吵次數開始頻繁了起來 且郭文斯還速度地毆打段嘉妮 2004年8月28日 郭文斯和段嘉妮兩人在北京逛街 隨後他們入住了北京市重溫區的黃河京都大酒店 房間號碼是2406房 2004年8月29日凌晨3點 郭文斯和段嘉妮在房間內展開了非常激烈的爭吵 爭吵的原因不明 郭文斯在法庭上的供述也前後不一 據當時郭文斯一開始和其辯護律師的說法是 段嘉妮覺得郭的脾氣太過暴躁而提出分手 最終郭文斯答應了段的分手要求 但兩人必須在分手前共渡最後一晚 結果郭文斯表示自己在最後一夜時太過激動而激情殺人 後來郭文斯自己在庭審時則有另一種說法 郭文斯庭審時表示 段嘉妮在2001年和自己交往前曾經有過別的男友 並已經有發生過性行為 這點令他一直無法釋懷 案發當天郭文斯又和段嘉妮提起這個話題 並表示自己的不開心 結果導致兩人激烈爭吵 爭吵過程中郭文斯情緒失控 突然用手猛力的掐住了女友的脖子 並將她推倒在床上 然後趁段嘉妮無力反抗時用枕頭悶住她的頭部 最終導致段嘉妮窒息而死 2004年8月29日下午一點 黃河京都大酒店的房務人員進入了2406房打掃 赫然發現了床上的被單中 裹著一位年輕的女性 該女子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酒店人員發現後立刻就報警 而同時間的早晨 郭文斯殺人返家後心情低落 並透露出親身的念頭 在經過家人的追問下 史說出了殺害女友段嘉妮的經過 其副郭萬在得知後 力勸郭文斯到警局去自首 最終郭文斯在家人的陪同下 到了北京市的龍潭派出所投案 因此當黃河京都大酒店的人員報警時 郭文斯已經抵達了警局並完成了自首 2005年的1月18日下午1點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郭文斯的故意殺人案 開庭前雙方家庭已經達成和解 郭的雙親並賠償了段嘉妮的母親 40萬元人民幣 且郭的父母還曾和段嘉妮的母親下跪道歉 請求原諒 而段的母親也表示願意原諒郭文斯 希望法院能夠重親諒情 最終法院審理認為郭文斯犯罪性質極為惡劣 後果特別嚴重 但是考慮他的自首投案 積極賠償 認罪回罪 因此最終決定重親處罰 2005年2月24日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郭文斯無期徒刑 此奪政治權利終身定驗 庭審結束後 郭文斯入監服刑 並在服刑的期間 總共獲得了9次的監刑 這使得郭的刑期由原先的無期徒刑 改為有期徒刑19年 並剝奪政治權利9年 最後郭文斯得已在2019年的7月24日 刑滿出獄 2020年3月14日 郭文斯剛出獄不久 當日的下午3點左右 郭進入了一間位於北京市東城區 光明路的霧美超市購物 當時疫情肆虐 大家外出都要戴上口罩 郭文斯買完東西 準備前往櫃檯結帳時 他的手機剛好響起 於是他就脫下口罩 並直接講起電話 有一位排在郭文斯後面的70歲老翁 名叫段曉三 他看到郭文斯把口罩拿下來講手機 就上前提醒郭文斯要把口罩給戴好 沒想到段姓老翁的這個舉動惹惱了郭 他開始發狂似的攻擊段姓老翁 一開始郭先將段給狠狠的摔倒在地 接著初犬猛極斷了頭部 70歲的段曉三承受不起郭文斯的重疾 當場昏迷 在場的超市人員看到後立刻報警 並通知救護人員到場 救護人員到場後緊急將段姓老翁給送醫 但他還是因為爐內出血嚴重 而在2020年的3月20日逝世 而郭文斯犯案後曾想逃離現場 但數名的超市員工將其包圍 其中兩人還被他給打傷和咬傷 最終郭文斯被趕來的警察給逮捕 郭文斯的超市傷人誌子案件爆發後 許多人對於他之前殺害女友段嘉里 並獲得的94減刑感到存疑 北京市聯合調查小組後來也深入了調查 經過追查發現郭文斯當初的減刑 存在了許多的違法收賄的事件 大部分的減刑都是經過郭文斯的父親郭萬 利用拜訪或是賄賂的方式 買通檢索人員或是法院的工作人員 受賄者包括王乃聰、隨建軍、劉永卿等人 隨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判決 撤銷對郭文斯的9次減刑裁定 並恢復對郭文斯無期徒刑的判決 2021年1月29日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對郭文斯故意傷害案做出判決 以故意傷害罪判處郭文斯死刑 恥奪政治權利終身 2022年3月2日 郭文斯被執行死刑 OK 本起副哨郭文斯兩次殺人案件就介紹到此 郭雖然僥倖地逃過了第一次的死刑判決 但是在其衝動性格並未改變的情況下 最終還是再次殺人 自己本身也難逃一死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by bwd6